汽车被大火烧得只剩钢架 后方火车受到重击 整个车厢凹陷变形 就在乌克兰庆祝独立日当天 俄军再次发动攻势 选在东部小城镇 恰普利涅的一座火车站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视讯演说上 泽伦斯基痛批俄军暴行 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 也由此分析 看起来俄军军武似乎越来越短缺 原本一直担忧 俄罗斯在独立日前后会发动猛烈攻击 现在显然是俄罗斯武器不够用 让乌军能有机会展开反攻 而英国首相强身也在开战后 第三度造访基辅 英国跟进美国的31军武援助脚步 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400万英镑 相当于台币19亿的武器 外界也认为这是强身把握任期的最后尾声 透过毕业旅行再一次展现英国 对乌克兰的支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